朋友们好,现在是9月的3号 河南这一块疫情基本上都是放开了 我现在说出的位置是孟州 南边这个,我身后这个村子是孟州市的 基本上是最大的一个村 这个村子里边应该有4000多口人 很多人呢,就是买了这个挂车 重型的挂车 然后呢,以跑运输为职业 那在这样一个疫情已经差不多过去了 目前的话,现在各地最起码我们附近都放开了 不再涉惯涉卡了 应该来说这个挂车这个司机啊,很多 在这个时候应该出去挣钱了 但是这个村子两边呢,我们看一下村子两边 我刚才大概看了呀,好多的这个挂车停在路边 没有出去,咱们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咱们看一下,我就坐在车上 然后摄像机呢,拍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哈 好,这个村子呢,好多人买了这个挂车哈 你看这路边停了,这是第一辆 啊,这里都停了一辆 两个,三个 啊,这里有三个 然后这个院里边呢,是一个停车的地方 啊,停挂车的这个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那边呢,放了好多的这个挂 啊,没有车头 只有挂,放了三四个 好,咱们再继续往前走 还有三个啊,这是四个,这里这边是五个 左边是六个,右边这是七个 右边是八个,左边九个,这边十个 十一个,十二个 这边是十三个 这边十四个,这边是第十五个 这是十六个 十七个 这是十八个 这是十九个 二十个 这是二十一个 这是二十二个 好,这边是二十三个 好,这边是二十三个 这二十四个 这二十五个,二十六个 这是二十七个 这是二十八个 这是29个 29个 然后呢 加入站里边 这里停了 这里两个车头 29 30 31 32 32个 那刚才呢 我打电话问了一下 这个村子里边的 有一个开挂车的朋友 一个亲戚 问了这个村子里边 因为他是常年开挂车的 然后他说的数据 应该是比较接近于真实的 他说这个村子里边 大概的就是有50到60台 应该不到60台这个挂车 然后呢 现在刚才数了数 刚才数了数 有31到32个 这样一个挂车呢 是停在路边的 包括停在加入站里边的 总共31到32个 也就是刚才说50个不到60个 大概能占到一半 还要多一点的挂车 都在家里边停着 没有出去 应该说疫情 有一个多月了 在这里我们这附近 设卡 这个到处不让出去的话 这种情况 持续了一个月了 应该说很多 买半挂车的 挂车的这种司机啊 很多都是 这个贷款买的车 他每个月都要有 还款压力的 每个月据说都要还 一万多 有的还 还两万多块钱的 说他是有压力的 在这个时候呢 他能出去挣钱的话 应该不会在家里边 这个歇着 让这个车呀 在路边歇着的 除非是现在 就是说 实在是没活可干了 没什么东西可拿了 要么就是运费太低 实在是顾不过来了 否则的话 他肯定会是出去的 所以说现在的 应该说经济 就是不是很乐观哈 好 咱们就从今天这个挂车 看到这个情况 给大家做个视频 大家如果说 想买这个挂车 跑运输的话 还是要慎重 目前还是要慎重一点 看到这个情况呀 我想大家 对这个 现在运输这个行业 大概有一个了解 好 今天的视频呢 就做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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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